干锅花菜每次去饭店都是必点的一道菜 端上来热气腾腾的 吃到嘴里又麻又辣 而且口感香辣清脆 闻起来飘香四溢 绝对是一道下饭神器 今天决定自己在家做 这样吃起来更卫生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跟着视频 看看到底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颗有机花菜 先把干净切掉 再给它切成均匀的小块 切成这么大就可以了 把切好的花菜下入水中 水里面加入一勺盐 上手给花菜清洗干净 洗花菜的时候使得劲不要太大 容易把上面的花固度破坏掉 洗好以后放在一边先给它控水 再准备适量肥瘦相间的猪肉 这样做出来的肉炒出来更香 准备半个洋葱 切成均匀的丝 切好以后给它下入锅仔中 先把洋葱抓散 然后再均匀的铺在锅底 准备几颗大蒜 给它拍一边 切成碎丁 生姜拍扁切成末 两个青尖椒 先把根去掉 再给它切成均匀的滚刀块 再来一个红尖椒 切成大小均匀的滚刀块 把青红辣椒装盘备用 下一步锅中倒油 油烧至四成热 下入花菜 把花菜滑至断生 断生后捞出控油 锅里面再留少许油 下入肉片 先把肉片划散 再炒至发白 然后再把肉片多余的油脂炒出来 这样的肉片吃起来干香入味 下入姜蒜 再来适量的皮鲜豆瓣酱 再下入青红花椒 开始翻炒 让这些调味料融合在一起 然后沿着锅边烹入料酒 翻炒两下再加入生抽 加入少许盐 少许白糖和味 少许蚝油提鲜 翻炒均匀 紧接着下入青红辣椒 简单的翻炒两下 下入花菜 先给它翻炒均匀 然后锅里面淋入少许清水 这样能把味道融合得更好 翻炒均匀后装入锅仔中 这道干锅花菜就做好了 花菜口感脆嫩 味道鲜美 猪肉干香味十足 麻辣味浓 喜欢的朋友赶紧点赞收藏 试一下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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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